CRAZY BALLO 大家可以在一起 有些日子 歡迎收看相機出去的 不彩虹 如果要彩虹去的話 各位先生女士們 歡迎來到馬來西亞金龍坡第二國際機場 我們很高興的通知您 本班機比表地時間提前五分鐘降落 本地時間為等地晚間八點四十分 水溫度為設施二十九度 物理安全旗艦在請先安全帶指示燈秒期面前 請不要解開拳帶離開您的座位 並請在機門開啟後才可以開啟行動電話 或是電子用品電源 同時在打開座位上方的行李櫃時 請特別留意以免行李滑落下來 下期時請不要忘記您的隨身物品 以及手提行李 我們感到非常榮幸能為您服務 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再一次與各位見面 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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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期見 雨點 到重點 Waters 呃 馬塞 畢 其实马来西亚最热闹的地方还是首都吉隆坡 但是云顶的发展也是不可小觑 我自己是第一次来警戒一下好了 云顶是一个高原地形 大家也叫它云顶高原 也称为云顶名胜世界 位于马来半岛地敌旺沙山脉 海拔1865公尺上 以热带区域来说 云顶就是马来西亚的避暑圣地了 这边距离吉隆坡市中心约一个小时车程 大众运输者需要从吉隆坡机场乘坐 吉隆坡机场快铁 到吉隆坡中央车站 转成巴士到云顶缆车站 云顶缆车全长3.38公里 是世界最快以及东南亚最长的缆车 目前新建的云天缆车 已经超过云顶缆车的记录 云顶名胜世界附属云顶集团 被称为云端上的娱乐城 其实感觉就很像是比较小型而集中的澳门 云顶名胜世界也有五间酒店以及多间餐厅 除了住宿以外 云顶名胜世界的设施包含户外以及户内游乐园 云顶国际会议中心 云天大道Sky Avenue 亦设有马来西亚唯一合法的赌场 另外云顶的云星剧场 可以容纳6000名观众 各种大型演唱会经常在这边举办 也会有颁奖典礼等等的活动 所以它已经制成一个生活圈 又或者说是一个自给自主的小城市了 而云顶的发展历史我们也来说一下 在山上建一个度假生地 这个想法是已故的丹丝李宁梧桐 在1964年前往金马伦高原谈生意的时候 突然涌起的念头 马来西亚是热带国家 那么如果在山上建一个度假生地 势必会成为大家避暑的好去处 为了实现这个想法 林梧桐马上翻越地图 希望能够在吉隆坡附近 找到一个可以新建度假村的适合地点 最后在距离吉隆坡58公里的地方 一座高1800公尺的乌鲁加里山 看见了理想地点 因此开启了林梧桐将偏僻 并且充斥着云齿热带云林的山区 转变成一个度假生地的过程 在1971年云鼎名胜首间酒店正式成立 当时就命名为高原酒店 在1997年云鼎占度添加设施 也就是现在的云鼎缆车 可直接将乘客们送达云鼎名胜世界 让游客们能够以更便利更快地抵达云鼎名胜世界 云鼎缆车也是世界最快的单轨缆车系统 以及马来西亚及东南亚最长的缆车 而其中拥有6118间客房的第一大酒店 曾获得金氏世界纪录大权颁发为世界最大的酒店 好一下说太多了 回到我们今天介绍的案子 它其实是位于去云鼎上面的半山腰 因为一上了云鼎这一条路 就是一条全单行道 一上去就得兜一圈 没有办法在中途回转或掉头 所以中间有几个 算是中途站之类的吧 云鼎一号这个位置就算是一个点 那再上去一点点就是Premium Outlets 那就是缆车的路口 所以IBM云鼎一号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位置 很多人不想一路开车上去 就是把车停在Premium Outlets 再搭乘缆车上去 而这个缆车还真的是又高又快 我们晚上搭乘的时候 摸黑又有起雾 摄影师大哥都吓到叽叽叫了 简单讲一下这边地理位置 好这边就是处于云鼎这座山的半山腰中间的位置 然后呢这个未来呢将会是作为这个水库的用途 大家都知道呢云鼎这边供水没有像市区那么方便 所以我们自己就建了一个水库 对自己饮水 好那因为刚刚外面开始下雨的时候 我们赶快到里面来 那待会我们就要进去他们的销售中心 在这之前咧 先请他们营销总监帮我们介绍一下他们这个开发商 大家好我是翁文健是IBM集团的销售总监 很高兴今天能够为大家介绍 IBM集团在云鼎最新的立座云鼎一号项目 这边总共面积占地多少 面积占地是22英亩 大家眼前所见到的呢就是我们整个项目的规划 从一栋到第九栋 那么一栋就是在我左手这一个位置 顺时钟的方向到第九栋 那么现在我们正在卖的呢就是第二栋的这个楼栋 因为第一栋之前都已经卖光了 那么第二栋呢目前也只剩下大概是30%左右 可以供大家去选择 那么在九栋单位中间呢就是我们的商业街 我们叫它双鱼商业街 为什么称它为双鱼商业街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设计像是两条鱼 那么在我们华人里面呢每一次都说年年有余 就是好意头嘛 不管是在风水上来说还是未来的发展来说呢都是非常好的 这也是他们独特的风水设计 是我们在这个项目的前面呢也有规划三栋的酒店 那么我们第一期的这个交楼时间呢 预计是在2022年的第三季度 距离现在也是大概两年多的这个时间就可以交楼了 那到第九栋的时候大概会是几时呢 大约是2024年左右 有没有人来说他想要买第四栋还是第五栋 然后等你以后该到那边再叫他来买会不会 也有遇过这样子的客人 但是呢我们通常都会给他一些建议 我们的价格肯定是从最低开始慢慢往上的去增加的嘛 如果他想要第四或者是第五栋是不会反对 但是我们会给他一些劝告就是说呢 到时候的价格肯定就不是现在这种这么实惠的这个价格 这样子啊设施的部分是每一栋都有 对设施呢我们每一栋都会有自己的这个设施配套在里边 而且呢我们有别于其他的一些传统的开发商 我们除了会有自己的设施之外呢 每两栋的中间呢我们会有一个天空之桥 这就是我们的空中设施 在上边呢会有这个无边际泳池 给大家的感受就像新加坡的金沙酒店的那种感觉 七八九栋呢 三栋呢是比较特别的 然后它是三栋连在一起的 对三栋连接在一起的 后面这七八九栋的楼高是特别高的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从第一栋开始的楼层高一直慢慢的往上提升 就像我刚才讲的老板是比较注重这个风水的 那么这样子呢其实是有一种 步步高深的这种意义在里面 步步高深 年年有余 对 步高深 年年有余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都是一种好意头 很好很好 这真的很有寓意的 我们现在聊一下外观建筑它有什么样的设计 我们所有楼洞的这个设计呢 都像一个椭圆形的这个设计 为什么会有这种设计呢 对 因为如果有这种设计的话呢 每一户都有各自的这个景观 这样子的设计也能达到一种比较高科技 比较现代化的一种感官 我们户型设计呢也是属于多样化的 除了有四种标准的这个户型之外呢 我们还有超大户型是在第九层 第十六层还有第二十三层的 它的面积段是大概在两千方尺到四千多方尺 大概是在四到五间房 价格每平方尺呢是在马币一千一到一千二百左右 管理费呢 管理费的话呢现在是在马币五毛每平方英尺的这个价格 因为我们提供的是五星级的这种物业管理服务 到时候会有提供24小时的管家 所以只要是居住在这边的居民都可以享有24小时的这种贴身高级服务 像饭店一样的 是的 这边停车位也是一样嘛 都不用钱 都不用钱 你可以任意的停 它就不用像香港啦一个停车位那么高的这个价格 这第一栋它是大概有多高 我们第一栋和第二栋呢大概是在28层的高度左右 那么我们最高的当然就是这七八九栋啊大概是在40层左右 那都是百米以上的建筑物了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很美的景观 对 到时候居住在这边的居民啊可以说是置身在云海之中 云雾缭绕的这种意境 早上烘拍的时候发现这都在云里面 是是是 那这个河流是什么 从这个河流呢大家可以见到呢 其实它本身之前是并不存在的 而是我们特意为了这个项目呢特别开辟的小溪流 就是想让居住在这边的居民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比较靠近大自然的这种生活方式 当然我们的客户呢也是可以选择自住或者是投资的用途都行 所以它是一个属于比较综合式的这个项目 它也是永久持有的 我们这个产权呢是99年 如果我是想要买来说投资的话 你们会有什么方案给我们吗 到时候我们会提供反租收益的配套 只要你把你的房子交给我们的合作的酒店管理公司去打理的话呢 就能享受三年加九年的这种固定式收益 三加三加六我们就不讲 因为这太复杂了 我们字卡翻这边大家自己看 有什么想要研究过来看 然后我们现在一层楼有多少个单位 一层楼呢是十个单位的 我们的大小面积呢是从700多方尺一直到1300方尺不等 待会呢我都会跟大家做个介绍 那你的商业区会不会一起好呢 我们商业区呢会跟第一期的这个楼洞呢同时的交付 那就能确保呢我们的配套是跟我们的住宅呢是同步的去交付的 入住的时候就享受现成的机能 大家可以见到这个LED在闪烁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电梯的位置了 我听说电梯方面它是落地玻璃嘛 就是说我上下的时候我都可以看这外面的景色对吗 你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娱乐设施 像是我们的健身室啦 我们的这些儿童游乐区啦 雪茄市 红酒市这些都会一应俱全啦 你就可以享受最舒服最适合你的生活步调 他们都是一个造证的计划啦 也就是要你进来就是没有要让你离开啦 你在里面可以买到你所有要生活的东西 哦还差一个东西 学校有吗 距离我们项目大概车程五分钟的这个距离呢 就是一家跟我们有合作关系的高原国际学校 那么在里边的这些学生呢 就是来自世界各地 而且它提供的这种教育方式呢 或者是类似于美国的那种教育方针 那么里面的教室呢也是来自很多地区 只要是买了这边的这些单位 每一年就会享有15天的免费入住 现在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IBM集团的背景 从这个图呢大家可以见到 其实我们IBM集团的前身呢 主力是在这个总建总包这一块 那么是从2017年才开始踏入房地产这一行业的 陆陆续续到现在呢 已经拿了七块的这个地块在马来西亚 这就意味着我们老板对在马来西亚的发展 是非常重视而且是非常有信心的 其实呢在马来西亚已经投入了超过300亿马币 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云顶项目呢 是我们集团的第二个项目 在马来西亚的第二个项目 这个就是我们云汇星光项目了 这个盖这么高哦 就是全马来西亚最高的住宅67层 然后每一层楼多高 我们的层高是3.5米 其实在马来西亚这边呢 很少有项目是层高那么高的 都是做好像3米 3米3米1左右 那么我们老板呢 就想给大家呈现一种大气 挑高的空间 对就不会有压迫的感觉 比双子塔还要高吗 相差一点点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地方 对这个就是我们集团 在马来西亚的第二个项目了 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 云顶1号 这个项目呢也就是作为整个云顶最大体量的 综合性发展项目 届时衣食住行都能提供 来到这个就更厉害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兰卡威是马来西亚很著名的游海岛 每一年呢都会有很多的这个潜水爱好者 到那边去进行潜水 很多东西可以看 珊瑚礁啦 很漂亮的鱼群啊 而且它是免税区哦 喝酒也好啦 或者是买一些香烟啊 都是比外边来的便宜很多的 这个项目大家可以看到它是非常的特别 特点在哪里呢 它是建在这个树上的 那么如果是住在里边的呢 就会感觉像是跟精灵呢 是融为一致的 跟大自然合在一起的感觉 如果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 将成为马来西亚一个非常 吸引人的一个地标 因为就可以在里面吸收分多金 对 我们很期待它 那么眼前所见的这张图呢 就是距离我们现在 在云顶一号不远处的这个文冬度假村 那么文冬度假村呢 也是我们集团现在正在规划当中的 未来一个重点项目 除了会有酒店啊 度假村之外 我们的规划里面呢 也是希望会有一些像是温泉 文冬就是距离我们云顶呢 大概是在半小时左右的车程 也就是举世闻名的猫山王的产地 猫山王榴莲 榴莲这也是在规划中 这个也是在规划中 我们还是回到现实看一下已经可以看 好 没问题 来 跟着 走吧 这套单位呢 其实它是属于这种双钥匙的户型设计 也就是左右各有一套独立的房间 它并不是像传统那种比较死板的设计 方方正正 它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设计感的呈现 让你的视野呢慢慢的扩大 并不是那种华人无法接受的那种户型的设计 大家可以见到呢 这里边呢是有我们的衣柜啦床垫啦等等 这些呢都会是我们的标配 也就是说只要您买了这边的任何一套户型 这些都不用您去采购 到时候只要拎包就能入住了 这也是金装修嘛 对金装修 就一模一样啦 对 除了可移动的那些摆设之外呢 其他的硬装都是应有尽有的 这个位置呢也将是一个衣柜 它还有一个小镜子啦 哇哦 那么这个区域呢 也就是客厅的所在位置啦 像我是1米76啦 坐在这边的话 跟电视机的这个距离也是非常OK的 并不会让人感觉很局促 并且我们层高呢是3.5米嘛 并不会觉得很压迫 对 我看到一个棗盆在那里耶 对啦 那就是我接下来要为大家重点介绍的 来这边请 是在阳台吗 可能大家会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摆个浴缸在这边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是在山林间围绕的一个项目嘛 如果您是在这边洗澡 就可以直接的感受到这个大自然 这个我们台湾讲叫做无限动剧 我们前面不怕有人在对面看我们在阳台做什么 隔壁人家看不过来吧 当然会有这个遮挡嘛 并且很好地去享受这个大自然 这个也是赠送的 这很有质感耶 是 所以这个牌子是高乐的 五星级饭店也都是这个牌子的 是的 就是给要最好的了 对 刚才我跟你们提到的中间有两扇门嘛 就是这个部分 到时候会有自己最大的私密性 那么这就是另外一个卧室的位置了 它的这个面积啊 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 床的这个摆设呢 就在这个位置了 旁边呢就是阳台 即使是坐在床上呢 也可以直接观看整个山林间的这个美景 那么浴室呢 它是属于这个干湿分离的设计了 它的这个面积啊很大 很舒服的 不会觉得坐进去 对 你要试坐吗 坐在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好 都很舒服啊 看起来都 没有问题啊 对啊 对 往外开会好一点 哦 这可以往外开 对对对 它其实是往外开 它面这边是双向的门 对 为什么会做双向的呢 其实也顾及到这个安全性 如果只是单向的话 假设里边有人晕倒了 就把那个门给 挡住就推不进去了 对推不进去了 对啊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一方面呢 也是很细心 对 这样好 这个卧室呢 也有自己的衣柜 所以非常的便宜 一样 它也是有一个 可以说说信的那个 对 哦 这个是 有人来找你 都可以通过这个对讲机 可以看到是谁 过来找你串门子了 对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这个位置啊 它就是厨房的这个位置 即使是来度假的 想要自己下厨的话呢 也能做一餐 好吃的给家人 下面就是洗衣机 对 洗衣机也是附的 对也是附送的 现在为大家介绍的呢 就是我们最小的户型了 那么它的面积呢 是在760平方尺 进来也是很大耶 没有很小的感觉 是的 那么这一套户型呢 它是属于一房一厅的设计的 在我左手边呢 就是卧室的位置了 这个卧室就很大 是的 衣柜的空间也是不小的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属于三门式的这个设计 都有这个镜子的 这个阳台也很大 哇 阳台很大耶 枣盆也是有的 枣盆也是有的 是 所以其实一房的 它也是很大间 这个的面积是750左右 那真的差很少 因为可是这边的客厅 看起来比较宽敞 是 因为它只有一个卧室的设计 好 我们去下一间 最大间的 好 带你们去看一下 现在就为大家介绍一下 1184平米的 这是旗舰款吗 可以这么说 它是两个卧室 一个客厅的设计 它的阳台呢 会比刚才的更宽广 首先呢 一进来呢 大家可以见到的 就是我们的厨房 那么这个厨房呢 它会比刚才893平米的那一套 还来得更好 因为它有这个推拉门 可以将油烟给隔开 哦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空间啊 一点都不小 所以这一套户型呢 它其实是更适合用来自住 这里就是客厅 雪柜就是冰箱 雪柜就摆在这边 对 冰箱 我们讲冰箱 雪柜 那么一进来呢 大家可以见到 这个宽广的客厅 即使我们坐在这一边 不会觉得很局促 它的这个宽度 大概是在4米左右 不管是一家人 还是夫妇俩 坐在这边 都是觉得很舒适的 然后也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阳台 可乐炉不会也有吧 到时候我私人赠送 这个就感觉很像刚刚两户病在一起打通的感觉 对 因为毕竟我们坐落在这个云顶的这个位置 来这边的大多数都是享受它的这个大自然 景色也好 或者是它的空气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 让人家觉得很舒服的这种感觉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主卧 这就是这套户型的主卧了 大家可以见到它的面积啊 即使放了一张 King Size的床 King Size的这个床啊 都不会觉得很局促 衣柜啊 还是属于这种四门式啊 比刚才那一套还要更大 主卧的阳台有跟客厅的一样大 对对对 还是一样有这一个 对 这个浴缸啊 是我们的标配啊 真的每一套户型都会有 想在这边享受一下下午茶啦 或者是赏一下月光啦 都是很方便 那我们接着再去看赤卧室嘛 可以啊 好 走 接下来我就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赤卧室啦 那大家眼前所见的呢 就是我们的赤卧室啦 赤卧室也放King Size的床 对 我们的这个赤卧室 并不是大家印象中的那种 就只摆了下一张Queen Size的 行李箱都可以放在上面 对所以我们并没有浪费空间呢 给到客户都是最好的 浴室它是分离的 面盆在外面 这一套户型的浴室呢 它也是属于这种干湿分离的设计 所以可以同时进行 就不会耽误太多的这个时间啦 好了 那我们今天终于看完 已经6点20了 但是这边好像7点多才会天黑 可是已经看很久 看一整天了 最后我们再请经理跟我们讲一下 在这边投资或者是美房子住 有什么要注意的 其实在马来西亚买房真的是一个非常简易 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其实只要你年满21岁就可以买房了 对 而且它使用的所需的一些资料 或者是文件也不会很复杂 像是外国人购买的话呢 只需要一本护照就可以购买了 而且它的这个投资的门槛也不高 对 其实只要达到马币100万的房产 外国人是都可以购买 马来西亚这边是不限购的 只要你想你要买10套20套都是OK的 对 马来西亚买房还有什么好处 您是台湾人嘛 对 那其实我们沟通 你看一点障碍都没有 大家都会讲嘛 对我们这边的华人 马来西亚的华人呢 基本都是能够说中文 英语 马来语 那真的很方便了 所以为什么这几年呢都很多 像是台湾啦香港啦 像是内地的投资者 来马来西亚买房 原因其实很简单 除了这里的升值空间很大 每年的回报率很高 介于6到8个趴 6到8是很高的 对 台湾平均可能只有3 以前台湾房是好 现在没那么好的 像是我们的物价都其实是比周边的国家来的便宜了 那还有我知道是说你们的建案他是有支持马来西亚我的第二家园的这个campaign 对不对 是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呢 其实在22年前也就是大概1998年马来西亚政府为了吸引外国的投资者而推出的一个计划 像是我刚才说的嘛 我们除了物价低房价也低周边的配套都是非常便利的 像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打高球呢 其实是比台湾啦香港啦 甚至是比中国来的便宜很多很多 马来西亚其实在日本还有韩国很有的眼中是高球天堂 那么马来西亚除了生活上的方便之外呢 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天灾 地震啊 台风啊 这个真的很好 这些完全都没有 台风也没有啊 没有啊 所以假设你买了一套衣服 你可以从1月1号穿到12月31号 对 你就不用换任何的东装啊 穿装之类的 但是云顶这边呢它是常年属于这种高原的气候 我们这个叫做避暑胜地 因为雪洋坡很热很闷嘛 这边的温度大概是18到24左右 刚刚好真的 我们穿这样也不会觉得热 也不会 只能说是刚刚好的这个温度 那我们今天谢谢经理帮我们解说啊 但也谢谢Michelle邀约 这边要买房子的话 一样联络Michelle 连细资讯都放在这边 对 到时就联络好了 各位朋友 如果你们有想要了解更多的不动产资讯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还有订阅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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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